小丸 有没有听说过 山海秘籍啊 听说过 听说那是武林盟主 才能学到的东西 那不一定 只要你有天赋 一样可以练 真的吗 那我也能练吗 当然能啊 想学吗 山海秘籍人想学 我是个俗人 我当然想要了 你呀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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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 吃得满嘴都是啊你 你慢点 爹 你有吃一个 怎么样 好吃好吃 真好吃 可甜了 你 福公子 你怎么来这儿了 朱婉 这瓶灵药 虽不是什么名贵药材 但我想你贴身带着 也可被不时之虚 你们都不要对我这么好 我会舍不得走她 老板娘 盟主 本店伤好的东西 都在这儿了 您请 小婉 好漂亮 喜欢吗 喜欢 我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东西 那是你从小啊 母亲不在身边 也从来没有来过这些 女儿家常来的地方 今天爹在这儿 只要你看上的东西 随便拿 真的 谢谢 谢什么呀 我们是一家人哪 啊 无悔无愧的一早 我乘风破雪天灰灵脚 左手一脚 轻松绕 右手红手表 我心如刀 真被笑 左脚一跳 轻松绕 吹起红鱼袍 我心如刀 真破晓 我要江湖上的名号 我正才叫提琴行道 警告有几别说我花容月貌 小姐的身材极好 穿什么样的衣服都好看 跟她娘亲年轻的时候 长得一样好看 刚才小姐试过的首饰 还有衣服 全部给我包着 是 盟主 这么不用这么多 你这孩子 这些首饰衣服 这女儿家不都得多背着点吗 我不能让别人家 女儿把我的女儿给比下去啊 多吃点 你 好 爹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呀 傻孩子 净说傻话 你是爹亲生的 爹不对你好 谁对你好啊 快吃吧 小姐 小姐 这些都是老爷送来的 这么多 是 你 你 是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我就 你 我 好 阿喜 拿着 阿喜 这是老爷送给您的 小姐我不能要 臣死了 臣死了 臣 我叫你拿着你就拿着 拿这些绸缎好好去做身衣服 打扮打扮自己 别叫你家人瞧着 以为我欺负你使得 看见解头上的两个字了吗 毫无恨 我没有家人 谁说的呀 谁说你没有家人的呀 我就是你的家人啊 好 好了 去拿这个绸缎好好做身衣服 打扮打扮自己 我日后定是要给你 找个好人家的 快去吧 大气啊 爹 大气啊 这个量 冲儿 找为父何事啊 自荣山养兵之后 便再未见过父亲 孩儿心里挂念 但昨日事情缭乱 便此刻前来探望 荣山 你的病怎么样了 已无大碍 求生演练刺杀之事 我已经知道了 你若是连你姐姐都保护不好 怎能胜任盟主之位啊 孩儿知道了 山海秘籍 自古都是交于盟主之手 你现在该清楚 怎么做了吧 不可胡思乱想 乱了新兴啊 孩儿谨遵教诲 冲儿 千万记住 今日为父所言 冲儿 冲吧 孩儿 告退 父亲 孩儿来跟您请安了 坐吧 父亲 孩儿是来为您分忧的 昨日小妹已失 祖已看出 那儿房狼子野心啊 所以 你要更好地保护你妹妹 是 父亲教训的是 我一直想保护好 朱婉妹妹 只是 儿子的武功内力 皆不是顶尖 所以儿子想 修夕山海秘籍 以保护朱婉妹妹 保护咱们慕容家 父亲 儿子所说 拒绝非福 山海秘籍 虽然归我慕容家保管 但自古便有禁令 除非根基齐甲 否则任何人不得随意修炼 父亲 你不得随意修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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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有禁令 可这年头久远 有些事情 或许是被夸大了 若是将山海秘籍拿出来 传于慕容家子弟 让我们试着休息 说不定 有人可以炼成的 到时 咱们慕容家便可以 称霸武林了 他 还是试炼 滚去香州打理祖业 仔细研读这本经书 好好地修身养性 是 父亲 但不可以炼了 我来回来 我来回来 不想我 像你 不想我 我来回来 我来回来 你不想我 这次我一定要问个清楚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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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老爷 别让孩子们知道了 免得让他们担讯 夫人 朱婉小姐来了 夏儿去吧 是 你找我何事 县下盟主已经出关 你是不是也可以信守承诺 告诉我 我母亲是谁了 盟主虽已出关 但你也能看得出来 他对你十分的疼爱 至于你的身世 时机还未到 等时机到了 我自然会告诉你的 那什么时候 下去吧 可不得了 你故意 爹 你 不得了 是 说 说 是 进也不是 退也不是 我可真是个命运多船的反派啊 小婉 怎么哭了 有人欺负你了 没事 让爹爹担心了 千万不要瞒着为父啊 有什么事跟为父说 你别哭啊 你别哭啊 女儿没事 女儿想娘亲了 想娘亲了 你别哭了 苦了你了 爹 我想去娘亲住过的地方看看 这把钥匙呢是老宅的钥匙 若是你哪天想去老宅看看 告诉为父 我让冲儿陪你一起去 拿着吧 好 高兴了吧 这孩子 没想到这么容易就骗到手了 我这聪明的小脑袋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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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干什么 父亲叫我来的 他说你想回到老宅 就要陪你一起去 你回老宅做什么 老宅有关于我身世的秘密 我想去查个究竟 去过老宅之后 你再带我去一下后山的秘境吧 不可 上次爆炸造成了山体坍塌 十分危险 空气秘境 已被埋在了山中 很难再找到了 那你上次拿到的玉盒里面 到底装了什么呀 那玉盒 乃是我慕容家的机密 那你给我封口费 要不然我可不敢保重 我这张小嘴会透露出什么 不能说出去的秘密 那好吧 毕竟也不是什么小数目 慕容家的秘密 怎么也得值一千两银子 我给你整个分期付款 再打个八折 八百两银子 不能再少了 你到底为何如此贪财啊 我想买个大宅子 难道慕容家还不够大 不够你住吗 不是我自己住 是跟那些无家可归的孩子 一个地方住 我从小一直没有家 我不想那些孩子 像我一样在外面流浪 我怎么从未听你说过这些 我干嘛要跟你说这个 你到底给不给钱 不给钱我就说出去 好 我答应你 既不分期也不大折 一千两就一千两 稍后派人送来 真的 毕竟你救了我的命 你还有什么要求 可以尽管提 老弟 够意思啊 对我 我可以尽管 你有什么要求 然后我 我会过来 lli研究的 你不错了 在哪一家的 你不错了 你不错了 但是你不错了 你们爸爸 你们了 你不错了 他不错了 你快跟我讲讲 圣月山有什么好玩的 我哥呢 他想不想我 他有没有给我带什么好吃的 你呀 你哥 最惦记的就是你了 他惦记我 他也不回来看我 我都好久没有见他了 我上次见他 都是前年的除夕了 鸿二啊 也是身不由己 可是呢 他每日都在惦记着你 真的 对啊 他还给你带来好多 好东西 咯 在哪儿 去看看 那些 这些啊 这些都是给我的 鸿哥 阿 thee 我在当初 我看你坊间有打包的行李 你是准备去哪儿吗 我想先回到学院 有功法向圣师傅请教 那你何必着急回去呢 有什么问题 向我爹请教岂不是方便 盟主的武功自然高强 不过和盛师傅的有所不同 我就不麻烦他往人家了 那也好 不过你会去路上 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担心安人的人 还会对你动手 盟主线下已经出关 我想安人的人 不敢轻举妄动 我倒是担心你 你有查到 暗器主人的线索吗 还没有 这件事 我建议你告诉盟主 让他帮你一起调查 暗箭难防 我怕你再遇险 我爹刚刚出关 我想等等再告诉他 也好 对了 这几天 我要陪朱婉回趟老宅 咱们 就只有过些日子 学院见了 你这又是从哪儿偷来的 偷的 这是福公子送我的 九九九千祖金 红哥为什么会送你这个 当然是因为他知道我喜欢了 福公子 温柔 体贴 重点是大方 不像某些人说是送银票 不知道送到哪儿去了 你 答应你的一千两银票 真的是一千两 够意思啊 老爹 不认识 既然不是为了一己私利 那我也就不神救了 如若 如若你以后再有需要钱的地方 尽管开口 以后什么以后 择日 不如葬日 不如就今天吧 你小子果然有祸啊 你小子果然有祸啊 你一个女孩子这样 成何地团啊 你不会是害羞了吧 我怎么会害羞呢 你自己收拾好啊 银票 弄丢了我可不负责 你放心吧 干别的我不一定行 但是干饭和藏险 我还是很在行的 背过去 我们来监管 让我来监管 我来钱 这一只 我的银票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明 二公子 朱万小姐 你这是去 我身体不太好 每个月都要回家去抓几副药 原来如此 那你保重 对了 我想起来还有些事情要处理 你先进去吧 一会儿来找你 好 老伯 好久不见啊 原来是朱万小姐啊 不知您这次来有何贵干呢 我来找点东西 要是没有老爷的命令 我是不敢让您进去的呀 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老爷他非塞给我的 老伯你帮我看看这是什么呀 老伯你帮我看看这是什么呀 不用了 不用看了 这老宅啊本来就是小姐您的家 您就快进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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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给你 我先进去吧 快进去吧 我先进去吧 我 Bro 这儿呢 我先进去吧 不是说是个绝密书房 像个宝贝一样吗 就这 这不就是些普通的书籍啊 哪里有什么线索吗 这看起来还挺值钱的 我就拿一个应该不过分吧 真奇怪啊 这个 还挺高级的呀 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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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建安城 湖 难不成她真是我娘啊 看来有时间我得找机会去一趟建安城 你刚刚干嘛去啦 我们都是过过命的交情了 有什么不能说的呀 我最近一直在调查 求生演练时出现的杀手 据说与贤若阁有关 你调查出什么来了呀 很快就会水落石出了 这贤若阁 绝非等仙之辈 这背后之人 也更不简单 说到贤若阁我想起来 你说为什么上次围炼那时候 他们没有杀我呀 这个只能说明 贤若阁背后之人 可能与你有交情 得了吧 杀手组织怎么可能和我有什么交情 那就不知道了 只不过真相到底如何 很快就会有定乱了 对了 我听说 最近你与父亲 相处深欢 不得不说 你爹爹对我是真好 有这样的父爱 我都舍不得走了 你就这么想与我做姐弟 做姐姐姐有什么不好的呀 有吃有喝还有钱我啊 你陪我去逛街吧 不去 你这人怎么这么无事啊 别别别别 我不去 公子 人抓到了 公子 跪下 他好像看起来不太福气啊 他是我大哥的死时乌鸦 当然是不会开头的 那你打算怎么办 用鸣线 给升月山取信 就说我遇刺了 自个也不得了 我全招了 慕容伟 才是想害我的人 那我要是有办法 让他说出来的话 你打算怎么感谢我啊 你有办法 他虽然受了重伤 但保不齐他还会拼死一搏 你 你先帮我把他的血点 方便我下手一点 西风 好了 你要做什么 你 你这是 这叫孝玄 江湖上和外人的惯用手法 他极其阴损 既没有外伤 也不疼痛 但是如若不解的话 便会五脏六腑暴力而死 有种 你杀了我呀 我就不杀你 我就要看着你笑 你确定这样有用吗 看着吧 不过一盏茶的时间 他便会交代 我 我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我就陪你这么耗着 如果你不交代了我 反正我有的是时间 我看你差气儿死 我 我 我刷 我刷 然后 لكن你可刷 我很想爱 这是不能生口吗 把他骨毒下在了性质上 西医后人现在在哪儿 已经被除掉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呀 这人主要是目中非所害 我要他血斩血肠 爹 爹 怎么了 我哥都去圣月山这么多年了 什么时候把他接回来 圣月山叫血水平一流 他留在那儿是他的福分 我都怀疑我哥 到底是不是能血水平一流 你 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 就我去圣月山里 我去圣月山里 我去圣月山里 那我和他带来 他要去圣月山里 你带来 我看小朋友 什么 你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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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帮你把生活的意义 找回来 那你倒是告诉我 什么是生活的意义 是 一会儿就知道 来 老板 来两个最大的 好嘞 您的红薯姑娘 姑娘 来看看 来 不用等了 好的 谢谢公子 这身暗日 最后已出句点了 这盒子 是在这里搜查出来的明信 吻婆的事情 果然是假的 是慕容伟搞的鬼 将会给慕容家 她无非想让您 和二公子反目成仇 是 吻婆的事情 虽然是假的 但是慕容家 不一定真无辜 继续留线 是 这里 收拾干净 不要留下任何证据 交给我吧 你究竟还要买多少啊 好 你觉得这扇子好不好开啊 我用是不是很疯了 这扇子不适合你 你懂不懂啊 我觉得很好看啊 赴公子 朱婉 阿冲 你怎么不小心点儿 你快给我捡起来 你快 赴公子 你怎么在这儿 我家在这条街有些商铺 每年这个时候呢 都会下来查账 还是洪哥好啊 不像某些人 福宫队 你看这扇子怎么样 这把扇子很适合你啊 护钱 来 多谢公子 谢谢副公子 这栗子看起来也不错 你给我来一包 好 多少钱啊 二十文钱 红哥 还是你来吧 阿淑 还是你来吧 还是你来吧 你来 好 来 老板 不用找了 多谢 我看这天色也不早了 要不咱们找家酒楼边吃边喝吧 好啊 正好 我知道这边有家酒楼 女儿婚很是相传 好呀 走吧 这菜都上齐了还不回来 买什么东西买这么穷啊 饿死我了 要不我偷偷吃一个 应该不会被发现吧 要不我偷偷吃一个 祝劳 你回来了 我刚刚说这个菜有点凉了 我试试温度 这刚刚好 这些都是我们买给你的礼物 还给我买礼物了 这么好 来 坐坐坐 坐 坐 快坐 来 我也在集市上 看了很多小玩意儿 觉得你可能会喜欢 所以都买了 这色泽 这品香真不错呀 浑哥 真是太巧了 我也买了个如意 咱们俩的眼光 还真是一致呢 来 这么大呢 阿弟 你真是破费了呀 今天 对了 我还知道你喜欢画本 特意给你准备了 这你也买得到 我听说他们听了我的意见以后 也开始限购了 可哪买了这个 万象书斋 本是福家的产业 所以老板与我相识 这个送给你 哦 对了 还有鱼记的糕点 这家的糕点非常出名 梦堂排了好久的队 你喜欢吃甜食 肯定喜欢吃 看起来就好吃 卓恩 你看 这是鱼记糕点的 无限唱吃 优享年卡 我呀 就是怕孟堂太辛苦了 排个队友很麻烦 你有了这张卡 想吃什么糕点 他们随时随地 都给你送过来 还免费的呦 还是阿冲想得周到呀 挂奖了 那个 我 我有点饿了 咱们先吃东西吧 来 周恩 这是你最爱吃的虾 谢谢 来 周恩 这是你最喜欢吃的豆腐 猪消化呢 谢谢 来 周恩 这是他们店的特色 卤水肉 来 周恩 这是本店的青椒肉丝 多吃点青椒 养胃 还有这个蒜 这可是天山上融化的 雪水烹饪而出 那个 要不咱们还是先不吃了 咱们先喝一个 走一个 再来 再来一个 再 再来一个 陈生娘 快点 陈生娘 快点 快点 陈生娘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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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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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知不知道有个地方叫 叫什么来着 叫苏骏 在那个地方 我说一 没有人敢说二 不信你们试试 去的时候把我的名号 绝对没人敢欺负你们 我照着你们 你们不信啊 我今天非得露一首 给你们看看 洪哥 不如你送他回去吧 还是你送他回去吧 我送他回去可能不太方便 你送吧 那行 正好我帮他收拾礼物 然后送他回去 好 你�� 快点 好 累死我了 我吩咐厨房 做了新酒汤 等会儿喝点吧 不想喝 你出去吧 我要锁门了 我刚送你回来你就要赶我走 若是换了红阁 你就不是这个态度了吧 你能不能不要无理取闹啊 我无理取闹 你出去 出去 你当真就那么喜欢红哥 费他不嫁吗 过早死了 凭什么每次都是你逼动我呀 这次冷到我了 是啊 是我过早 如果是换了红哥 你定然就不会这么觉得 吵死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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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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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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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伯宏 我 有 她是 咱 擠 我 跑 我要是喝大了 乱说话 怎么办 好好好 别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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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好好想想 好好想想 不可能 不可能是 不可能是真的 只要是真的 慕容窗他不得杀了我 大些八块 无骂分尸 不可能 别紧张 算了 先去找爹爹 发现出了什么事情他还能救我 不可能 早 你这是准备去干嘛 逃走 怎么可能 我 我突然有点想爹爹了 我去看看他老人家 你可还记得 昨天晚上你都干了什么 昨天晚上 我喝大了 然后就睡着了 再想想 再想想 我 可能还轻薄了你 不过没关系 我不会让你负责的 我们都是成年人了 行 就这样 我去看爹爹去 你还想怎么样呢 我说的都是肺腹之言 我真的不会让你负责的 你把我慕容窗当什么人了 是你说清就清 说走就走的吗 你还想怎么样吗 我也不会对你负责的 我 那要不你亲回来吧 不自廉耻 想怎么样吗 你亲也不亲 要不把玉佩还你 一个不行 拿两个都还给你 这些事不可能就这么算了 福公子 然后你 去哪儿 别跑了 别跑了 快 这 这姑娘挺轻秀啊 能放这一毫子 好价啊 要不 他们哥俩先小用一下 别敢碰 你们就不救 我爹回去拿我 反过你们的 不救 住手 就凭你这小白鸟 也想英雄救美啊 画本看多了吧 行着吗 上 你可知道我们是什么人 我们可是苏家人 你敢惹我们 苏家人 那正好 今天我就替苏家人 清理门户 快走 快快快 这就是从画本里 走出来的男人 好俊朗啊 姑娘 你没事吧 没事 慕容冲 你叫什么慕容冲啊 那你还记得我吗 我小时候差点被狼给吃了 是你救我的 我是扶瑶呀 扶瑶 你是洪哥的妹妹啊 说说说 我哥来收叶山求学 我想他了 所以就出来找他 可是我爹不让我出门 我自己偷偷跑出来的 没想到这一道苏俊的地界 就被那几个人给抓了 他妈说云走我去脉 我拼了老命我才逃出来的 我 我是不是花态度吵到你了 这可能就是 命中制定的缘分吧 我下去搞马车 你倒好在这儿抛妞 这是洪哥的妹妹 傅瑶 千里迢迢从奸恩城来 落入贼人之手 我恰巧将其救下 你是福公子的妹妹 瑶瑶 我是朱婉呀 朱婉 嫂子 你是我嫂子 我想见你好久了 没想到这么快就见到你了 嫂子 这孩子还挺可爱的啊 慕容公子也是 刚刚是他救了我 我跟你说 他刚刚救我的时候 简直太一救了 他还是挺帅的 就是比起你哥还差一点 也是啊 那个 我先上马车 一会儿 就送你回你哥呢 我们也走 乌鸦竟然被抓了 那血骨一事 二公子他 他绝对不敢把血骨一事说出去 那骨毒是用朱婉的血作为骨种 他说出去 岂不是等同于招认了 他是用朱婉的性命解的毒 如果说了 那就是两败俱伤 更何况 父亲是偏爱我的 先不管这些了 收拾东西 准备去乡州 是 大公子 您的密信 你还在这儿干吗 收拾东西去啊 我还有事 等我回来就出发 好 我已安排人 送你回红哥那里了 你不必见服了 我要和我嫂子带你去 你还在一起 扶不走 他没空 嫂子 慕容公子他好像不太喜欢我 敢不喜欢你 我带你进去 二公子 信已送到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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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c 大哥 有 钦 你要有两个帽子 帮我 让你去 金律 是 皮 isso 他 他 你是 怎么解的毒 你敢说出来吗 别在这里道貌岸然了 父亲疼爱竹岸 我便不敢把其中的蹟跷 告诉父亲 但这并不代表 我会放过你 我虽与真竹岸所谓谋面 但他毕竟是你我 二人至亲之人 你却为他一息 死于妄顾他人性命 做出铁里难容之事 你少在这里 嫁人嫁义了 你不也是 惨着他的尸体 活下来的吗 活下来的尸体 这一场 是替死去的梦中 抓换还你 是要给她的手 是要开心的梦中 你不也是要 薄草 那是在社群的梦中 上山 上山 因真的 是 告诉兄弟们 全力搜寻小姐的下落 日落之前 必须找到她 是 少爷 小姐找到了 在慕容府 她把我公子 和朱婉小姐带回去了 安妖怎么会遇到他们 去慕容府 来 干嘛啊这是 嫂子 慕容公子如此俊了 喜欢他的人 很多吧 喜欢他的人 好像是还挺多的 嫂子 若我说我喜欢慕容公子 你会帮我吧 嫂子 你帮我 你喜欢慕容冲呀 那我帮你呀 我们作为一家人 嫂子 嫂子你也太好了 嫂子 喝茶 喝茶 我给你倒的 嫂子喝茶 喝茶 喝茶 我在换衣服呢 你怎么不敲门就起来 那我 你干嘛 在你心里 我只是这般可有可无的人吗 你在说什么呀 你告诉我 你对我究竟是什么感觉 不要再跟我查课打混 我想知道你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好吧 然 empez你来找别的事 你都带这个地方 你怎么想要看 你都要带这个地方 我败了 我败了 你不要开我